我们现在去铺铺铺铺 你铺铺铺 别在家啊 定营楼租下隔壁空屋 更假借开店装潢名义 以电钻凿破墙壁 登堂入室大肆搜刮 警方调查他犯案后 一路逃到基隆及新竹 最后回到三重落脚 沿路不断变装 制造断点 试图躲避追气 我三天已经精神紧绷到 瘦了两三公斤了 当然非常的高兴 大部分都回来了 要感谢我们卢多番局的所有同仁 那么努力之下帮我们 我真的很感谢 嫌犯入网后变称 部分账物变卖 有些送给朋友 其他还来不及嚣张 就被逮 过程是有在半个月的时间 来做一个规划 清典的现金是大概将近100万 银楼大道异想天开 模仿电影情节 以为真的能够满天过海 最终还是难逃罚网 三天新闻江文贤 赖信仪 新北采访导